回到台式新闻全球现场来关心又是酒驾尿货 在上午8点多花莲有一台白色轿车右转时疑似酒驾失控 撞上停等红灯的计程车 撞击力道之大还波及到其他车辆 而被撞计程车的车头几乎全毁 前挡风玻璃还碎成了蜘蛛网状 这起事故总共造成了7台汽机车受损 幸好只有3个人受到轻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向右转 失控撞上停等红灯的计程车 撞击力道之大让计程车倒退路 继续撞击路旁机车汽车 直到撞上人行道才停下 遭撞计程车车头全毁 零件散落一地 前挡风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肇事的白色轿车则是左前方严重车损 并且在地上流下常常一道刹车痕 撞击生之大把民众吓坏了 还让交通一度受阻 我看就在这边给他交管 把他那个交通把他撕通 他不然都打结啊 25号上午8点多 花蓮市国联五路与商校街口 招式驾驶疑似酒驾 右转时失控撞上停等红灯的计程车 强大的撞击力道 让计程车一路向后撞击 事故总共波及七台气机车 更让计程车驾驶和乘客三人受伤 索性送医后没有大碍 一辆汽车由商校街右转国联五路时 疑似因酒驾失控 导致撞击停等红灯之计程车 并波及后防及路边停放 共聚五部车辆 酒驾酿后再添一窗 不仅失控撞上计程车 还造成多台汽机车车损 这下不仅被依法送办 还得赔上一笔为数不小的赔偿费用 记者陈静燕花莲报道